本周法国媒体报道,LVMH集团的联合创始人阿兰舌尔,立业于11月月去世,享年87岁。 LVMH这个名字,应该不需要过多介绍了,全球顶尖的奢侈品集团,基本上是土女孩们,中赖的时尚品牌十一八九都是他家的。 LV,Gio,Selene,罗威,高甜咸三,气化西,芬迪,鲍格丽,娇兰,贝林飞,Makeup Forever,斯芙兰这些横跨皮革时尚,美妆,钟表珠宝和零售行业的品牌,共同全部都来自于LVMH。 除这些以外,这个奢侈品巨头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族营业务,葡萄酒以及烈酒,LVMH全称敏月宣秘是路易威登集团,LOUI VUTRUMO,VENESSY M代表酒店三百年历史,往事运用香槟品品牌敏月,MOUIT,阿兰舌瓦与耶,作为集团的联合创始人。 他当年是主管MH部分的,舌瓦丽耶1931年出生于阿尔吉利亚,年轻时在法国求学,后毕业于有法国政界领袖摇兰之称的国家行政学院,和希拉克是同学。 毕业后,舌瓦丽耶曾走上重振的道路,他在法国各个政府部门,担任过普通职务, 包括阿尔吉利亚事务部,教育部,工业部等等,但他并没有像同学希拉克那样一路前行,而是利用他这几年在政府部门积累的经验,转型成为了一名职业经理的人。 很快,舌瓦丽耶的事业就开始变得有声有色,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了敏月香槟公司工作。 在他39岁那年一月成为该集团找门人,敏月香槟是有着270多年历史的欧洲皇室运用香槟品牌,一直以来都是MOLIT家族管理的。 舌瓦丽耶是凭借极其敏月的商业头脑,才会受到赏识掌舵企业,他确实没有让人失望。 上任第二年,他就促成了影院与著名白莱迪品牌薛尼茨的合并,成立了法国第一个香槟集团。 到了1978年,他又把事业版图伸到了香水领域,收购了USAC集团。 这个USAC集团可就厉害了,他其实拥有DEO,LESS和ROCK等香水品牌的经营权,这已经为日后的奢侈品帝国打下了出行。 当时敏月薛尼茨集团由舍瓦丽耶掌控,两大原始家族敏月和薛尼茨都拥有不少的股份,随着时间推移。 由于这两大家族的后代,都不太善于经营,他们手中所持股份的比例越上越低。 薛尼茨担心有一天这份传承了几百年的组业会被恶意低价收购,于是在1987年,他找到了当时面临同样问题的路易威登集团,在法国巴黎银行的撮合之下,完成了两大巨头的合并。 所以即使当我们现在提起LVMH集团时,很少有人想到舍瓦丽耶的名字,但他就是当具无愧的联合创始人,合并完成之后,LV和MH的业务还是分开经营,这就等同于舍瓦丽耶给自己招了一个势均利敌的对手LV掌门人李嘉米尔。 李嘉米尔为了使自己在LVMH集团中占有更主导的地位,于是拉来了另一奢侈品,大亨贝纳尔阿尔默的能注资,后者持有Dio的时装品牌,做舍瓦丽耶。 哟,阿尔默没想到这个阿尔默,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,他意图从舍瓦丽耶手里收回Dio香水的经营权,遭到拒绝后他把矛头,同时指向舍瓦丽耶和李嘉米尔, 阿尔默也找来了拉扎德集团买LVMH的股票,最终这场股市战争变成了舍瓦丽耶的败局。 阿尔默即高一筹成为了LVMH时至今日,影响力最大的掌门人,而舍瓦丽耶拿着传说中天价的,浅散飞离开了他奋斗近三十年的企业,他是失败的,但他却是真真切切,一手缔造了如今我们所熟知的这个奢侈品帝国。 离职后,舍瓦丽耶到巴黎商学院衣SCP丹店副院长,以他的传奇职业声援,教导新一代的商界精英。 就像马克龙总统在舍瓦丽耶去世后发表的道次那样,他是一个文化和自由的人,不忠于一个人或一个政党,而是忠于他所认为的正确和真实的人。 他是智慧和尊尼人的典范。